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我希望可以跟Yoon里面的朋友 在这么多年里面 有一些我欣赏的歌手 那么我想跟他两套终于是可以做的 他可以 我自己本身是很开心的 在如今唱片业低迷的年代 敢敢不计较成本 邀请十位独当一面的歌手来助阵 谭永林坦言 在娱乐圈打滚这么多年 他认为一个人的诚意 终究还是会让人感受得到的 只要你 我一直都说用不上 如果你做得好 唱得好 制作是认真的 是感受到你的诚意 我不相信是生存不了的 这些年下来 谭永林不是为演唱会而忙 就是专注创作自己的专辑 他或许已经习惯 人群给予的掌声 或者是观众仰望的眼神 但是他并没有背负着巨星的包袱 依然展现亲民的一面 我分得很清楚 我不会影响我自己 因为当我在台上 我是一个艺术 我要做到最好 但是当我off stage 我是一个人 我人就有自然 人的反应 我不需要什么 做包袱 我是一个superstar 我是一个 点点的人 所以我完全没有这样的反动 总是笑说 自己是25岁的谭永林 就是一副不愿意 向岁月低头的模样 仍然走过了一甲子的人生岁月 在提到自己会唱到几岁时 还是看得出来 他还不想停下来呢 我常常是告诉人家 听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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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告诉大家 26岁就退休了 不过这个26岁 是要等到我真正的80岁后 唱歌给大家听 才说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